美術館裡頭一群小朋友手上拿著玩具 在迷你軌道上推來推去 開心體驗活動 桃園市長張善政也到場 在美術館裡裡外外穿梭參觀 你們要教室都怎麼玩嗎 桃園市兒童美術館 預計4月初就要試營運 館方邀請了青浦國小 以及幼兒園的150名學童 前來嘗鮮體驗 而這一間兒美館是否耗費心思打造 以自然山丘斜屋頂作為設計理念 透過不同的線條設計 打造城市新景觀 這棟建築物是由日本建築師 山本李顯操高 日前才獲得普利茲克建築獎 找了很多藝術家 用寓教於樂的方式 讓小朋友能夠到這邊來 邊玩邊體會 我們很多想表達的意境 包括我們很多桃園的城市的發展 過去的歷史等等 另外還有俄美館對面的 市立美術館工程還在進行當中 桃園市府提到 張善政的施政美意度以69.6% 位列六都第三名 未來將會持續努力 注重藝文領域以及各項的發展 持續打造更好的桃園 TVBS新聞桃園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提供下載TVBS 提供下載TVB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